受伤了问题不大 反正我这台电机也快好了 等等 我一个野人喜欢修了第一台 嗨 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到电影到眼镜 自从野人被驱入之后呢 出场率真的低到不行的 那么作为一个乐于助人的鱼子 那肯定是要来为野人贡献一点出场率的 开局先修电机啊 这把不管监管者开局追谁 而且电机都不会太慢的 当然了 那一点就有能救的动 拨摸个灯 好 在我修了大半台电机之后呢 监管终于是找到了昆虫学者 不过问题不大 新版的昆虫学者还是很能溜达 溜到我这边来了 还不知道这把金光驰是谁啊 居然是爱哭鬼 那为什么我这里没有按细松啊 这么不合理的嘛 哇 昆虫学者这波修啊 用虫军直接把鬼火挡住了 哎等等 这牛仔怎么才刚开始修啊 这金光还怕不是一路巡逻过去的吧 太受伤了 问题不大 反正我这些电机也快好了 哎等等 我一个野人学来修了第一台 牛仔开局被干扰就不说了 冒险家在干什么 这不会吓得炖蘑菇去了吧 不管昆虫学者还没有倒地啊 先去补电机 有一说一 这个昆虫学者真的克制爱哭鬼 只要骑上了昆虫 基本上鬼火是拉不到的 好 那又终于开了一台了 冒险家到现在才41 所以这个人开局是真的没有修电机啊 41之后很快开了 也就是说 他现在才用掉手上的书页 他不会挖了三张吧 昆虫学者倒地 学完电机过去扬耳鸣 这 冒险家吃了鬼火可还行 这波也卡不到半选 那就直接压满旧 他们电机应该是可以压好的 现在这个爱哭鬼 巨难受 他知道电机快好了 但却有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等等 牛本师赛打我呀 好 时间差不多了 这个学生再开一会儿了 就要被博弈震慑 这个鬼火你都敢啦 直接投铁救人 然后再帮忙扛一刀 好的 这波应该可以拉开距离了 那我就贴大门去啊 昆虫学者吃刀 可以开电架 小伙子们 人吗 牛仔在月亮门 那我请家在干什么 不会还在挖树叶吧 果然靠不住呀 有心跳了 直接看 冒险家直接被打飞 你说你何必呢 哎呀 还传送了 那我回去救人啊 我真回去了 这个加速在浇了就没事了 那我就直接冲大门了 牛仔还把我拉过去了 呃 保个拼也不错吧 大家好 这里是后期的导演 因为这把呢 没有保存录像啊 所以不知道他们两个 到底怎么压电机 不过呢 我在看素材的时候呢 看到了这个 看到没有 这两个人一人走了一个门 我估计是跨压好了 然后两个人同时就走了 所以呢都没看到对方 还要冒险家开去 真的蹲了很久的模糊啊 唉 差点不说了 祝大家排位连胜吧 热溜啦